欢迎收听生活大百科 我是吕鹏 咱们今天呢 来给大伙介绍一个 日常生活之中经常用到的物件 雨伞 什么是雨伞呢 雨伞呢 是一种遮阳或者遮蔽雨雪的工具 一般用塑料布啊 油布啊 油纸啊 特殊材料啊 把它做好了 甭管是大太阳下雨下雪出去 这玩意就能替咱们遮着 那么雨伞又都分为哪些种类呢 您各位听到这 肯定已经想点右上角的叉了 是吧 这什么破节目啊 怎么突然介绍雨伞呢 我们还不认识什么叫雨伞吗 怎么生活大百科呀 大安纪使哪去了呀 您甭着急啊 刚才那生活大百科是饶给大伙 我都不多算钱 那么为什么咱们说雨伞 哎 这大安纪时节目 今天说的这案子就叫一把雨伞 从什么时候说起呢 2017年10月17号 这一天呢 在安徽省 陆安市 玉安区的辟河里边 国内著名的蓝天救援队 带着非常先进的装备啊 陪同警方来进行打捞 这辟河呀 水流量特别大 流速很快 救援队的人都感觉 哎呦 这回这打捞任务 它不一定能成 如果说很小的物品扔到这河里去了 你要想把它给捞上来 那叫什么呀 那叫大海捞针 那么到底是打捞什么物件 要动用这么专业的救援队啊 拿着这么专业的设备呢 其实啊 就是要捞一把雨伞 哎呦 什么雨伞啊 是LV啊 还是爱马仕啊 那都不是 就是一把普普通通的 粉红色的折叠雨伞 为什么要找这雨伞 这雨伞呢 跟刚发生的一起惊天命案 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 这把伞呢 是警方发现嫌疑人的一个重要物证 这把伞呢 也就成了整个案件证据链条里 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可是当时正赶上雨伞啊 怎么形容这河水呢 那就是浪班 浪奔浪流 那家伙昼夜不息 说实话 找到伞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了 那么这命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 发生在当天的上午 就在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区里面 死者就死在了自己的家 各位 青天白日 人们很难想象啊 有人胆敢闯入民宅行凶啊 那么死者呢 就躺在自家小卧室的床和墙中间的那个位置 头朝南 脚朝北 法医到现场 一看尸体的情况 这是死于他杀 伤痕呢 都集中在颈部 脖子上呢 有类似掐勒的那种痕迹 死亡原因应该就是外力掐井 机械性窒息死亡 就让人掐死的 除了颈部的这伤痕之外 其他的地方 从头到脚 没有别的伤痕了 咱们再来看看案发现场吧 衣物啊 散落的到处都是 这就表明 当时这犯罪嫌疑人 进行了一个非常彻底的翻动 如果说家里藏着什么贵重物品了 那肯定是没法逃过一劫了 这家伙恨不得老鼠窟窿都掏三遍 死者的丈夫说呀 也不明白在掏什么 我家里边没有贵重物品 像现在这个时候 家里边也不放多少现金了 都存银行了 我爱人呢 也不喜欢金银首饰这些 包括日常 像什么化妆啊 什么护肤啊 他也不喜欢就宿面朝天的一个人 找来找去清点完了 死者的女儿就说 我们家呢 有两部手机找不着了 一部是我妈妈原来用的手机 现在不用了 另一个呢 是他新买的 这俩手机都没找着 害了一条人命 翻的这么乱七八糟 就只拿走两部手机吗 这两部手机背后 有什么样的秘密呢 咱们首先呢 来介绍一下受害人 受害人姓江 江女士 37岁 她的丈夫呢 常年在外打工 平时救她和两个孩子 江女士突然遇害 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可承受之重啊 那么 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赶紧的吧 调监控录像 据楼门口的监控录像显示 当天早上七点左右 江女士呢 准时送儿子出门上学 他们呢 乘坐电梯下楼 这江女士呢 走在后边 从这监控录像里能看出来 江女士很悠闲 一边走着 一边看着手机 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女儿呢 因为年纪稍微大点了嘛 早上啊 是自己起来坐公交车去上学 儿子呢 是每天早上自己送 儿子在上小学 每天 这都是固定时间接送的 40分钟以后 江女士独自回到了家里 从此再也没有下楼 江女士平时啊 主要就是伺候俩孩子 接送孩子上下学 还有呢 拿点手工活 在家里边闲着也是闲着 就稍微坐点呗 赚点零花钱 案发当天上午十点左右 江女士的姐姐呀 打电话给江女士 可是就发现呢 事情有点不对头了 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 电话接通了 可是没人说话 随后接着打吧 再打就无法接通了 然后就感觉啊 这事有点不对劲 这么着赶紧到家去看看去吧 这一看 哎呦可了不得 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才报警 根据监控录像 还有被害人 尸体的一些情况 就能够推断出来 案发时间是上午七点四十分到十点之间 这时候警方看完录像 有点疑惑了 这江女士家呀 住在四楼 犯罪嫌疑人是怎么闯进来的 看了现场的阳台 窗户都没有攀爬的痕迹 所以应该就是从门进来的 警方就推测 犯罪嫌疑人会不会当时以为家里没人 就利用技术开了锁了 大胆的进入室内盗窃财物 而在翻动的时候 因为有响动 在那坐着手工活的江女士呢 可能就听见了 这时候 这个嫌疑人必须就要逃离现场 就遇到了江女士的阻拦啊 或者是报警啊 为了防止被抓获 或者要及时逃脱 就采取暴力 袭击了被害人江女士 如果事实 真像警方猜的一样 那么他这是典型的 从盗窃行为啊 转化成了抢劫杀人行为 那么这个嫌疑人 到底是什么人 作案之后逃到哪去了呢 您各位听到这该说了 不有监控摄像头吗 一看不就明白了吗 是啊 咱都想到了 警方肯定人更想到了呀 案发现场所在的单元楼啊 就只有一个出入口 那么在一楼门口呢 确实装有监控摄像头 警方就确信 犯罪嫌疑人进出现场的时候 必然会经过这儿 一定就会留下影像资料 可当时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谁才是犯罪嫌疑人呢 为什么说这个地方进进出出人多 因为啊 离当地的比较好的学校呢 挺近的 所以这小区里边陪读的特别多 早上大伙都送孩子上学 送完了之后又都回来 骑着咔嚓的来来往往的 所以呢 人流量很大 侦察员仔细查看了案发时间段内 每一个进出楼门的居民 最终有一个人的行为 有一些反常 这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因为那个时间段 大部分都是送孩子上学的 要不就是自己上班的 或者去买菜的 一般的都是走电梯 有电梯呢 很少有人会爬楼梯呀 是吧 除非专门减肥 减肥你爬楼梯还伤膝盖呢 可是这个人是九点多的时候 他呢 从楼梯出来的 当时打着一把伞 各位 即使外边飘泼大雨 咱们是不是也都是出了单元门 在那个乌檐底下的时候 再把伞给打开呢 更何况他也没下大雨呀 你在楼道里边就把伞打开了 干什么呀 像许仙等白素贞似的是吧 一伞定情缘 民警呢 就注意到啊 那个伞顶就伞的那个上边啊 朝着监控摄像头的这一侧 是大幅度倾斜的 正好呢 把打伞的这人的这脸呢 遮得严严实实的 那么他这么做是故意的吗 根据这个人行走的速度 民警就推算出了这个人走出小区大门的时间 小区大门口那呢 光线就更明亮了啊 所以呢 你也能看清楚 这伞到底是什么样式的 什么颜色的 这嫌疑人出来的时候呢 打的就是一个不大的 挺小的 粉红色的一把伞 警方就很困惑呀 这粉红色的雨伞底下 是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成年男子 这个男的 打着这么一把粉嫩粉嫩的小伞 他不应该呀 再者说了 这个人显然意识到了摄像头的存在 为什么这么说呢 咱们刚才也提到了 他在案发现场单元楼一楼那门口呢 故意拿伞 遮住自己的脸 挡着那个摄像头 到了这大门那呢 他有一个细节性的动作 他呢 原本是走路 朝这外边走 走路的时候啊 脸呢露出来了 那么一小下 走着走着 头一抬 发现有监控摄像头 下意识的 就又把伞往下这么一遮 把这脸又给挡上了 从这种种行为来看 这个人呢 的确有着很高的作案嫌疑 如果说凶手真的就是他的话 那么他进入案发现场的时间 应该是在江女士送完孩子 独自回到家里之后 当时外边呢 下着点小雨 江女士呢 打着伞 进了这个单元门 就把这伞呢 给收了 过了差不多十分钟 就有一个非常诡异的身影出现了 他呢 进了单元门 也没有及时的把伞收掉 而是直接走楼梯 通过楼梯上了楼 上了楼之后 依然没有把伞给收掉 所以这个情况就非常蹊跷了 根据走路的速度 警方呢 又把监控视频往前倒 就看看这个人是什么时候进的小区 进小区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 可是看到他进小区画面的时候啊 警方感觉出乎意料 为什么呢 案发之后 他出小区 打的是粉色的伞 可是他进小区的时候 打的是一把蓝色的雨伞 这个打蓝色伞的人 和那个打粉色伞的人 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这两段影像上啊 这嫌疑人呢 都是靠这伞 把自己的面部特征给遮住了 包括肩膀以上 你也看不出来 不过肚子 腿部 你穿的什么鞋 穿的什么裤 是吧 这个那雨伞 他挡不上 所以通过这个细节 警方也确定 打蓝色伞的 跟打粉色伞的 他就是同一个人 被害人的家属也证实 说家里啊 确实有一把粉红色的雨伞 案发之后 找不着了 警方就认为 犯罪嫌疑人 作案完成之后 这是故意调换了雨伞 而且 一个粉的 一个蓝的 你乍一看 那就是判若两人呢 如果说 打着蓝伞进来 打着红伞出去 很可能 别人就不会注意到 你看 这摆明了 他进来出去的时候 这是有预谋的 他就是想着通过伞 来逃避 公安的侦查 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 和江女士 有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要杀害江女士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个嫌疑人 摆明了 就是通过打伞 想着来躲避 警方的侦查 不过事实情况 该让这犯罪嫌疑人 失望了 案发之后 还不到四个小时呢 警方可就盯上了 这把粉红色的雨伞 这犯罪嫌疑人 更加想不到的是 这伞是把他的真面目 给折住了 但是也暴露了他的行踪 因为啊 等他出来之后 那时候已经九点了 一点雨都不下了 人家没人打伞了 可是警方看监控的时候 整个马路上 就他一个人打着一个伞 这伞的颜色啊 还那么显眼 这叫什么 这叫激励贺群哪 是吧 警方啊 再一看他打伞的这动作吧 就明白 他心里边啊 已经慌到不行了 为什么呀 那把伞的那边缘都翘起来了 在那转来转去的 明显呢 他这心里边慌 这手上小动作就多 随后他又做出了一个 跟正常人不太一样的行为 一般人们过马路呢 你得走人行横道吧 或者最起码走路口吧 再不行 我就横穿马路 我也得找那没有护栏的地方吧 可是呢 这条路有护栏 隔着不远的地方啊 就有人行横道 有十字路口 但是呢 他就非得翻这个护栏 到马路那边去 为什么这么做呀 因为到了路口 他就有监控啊 他就是专门为了躲开这个监控的 不过躲的呀 并不算彻底 这监控摄像头呢 还是拍到了他模糊的身影 不过 这也是警方 能够寻找到他的最后一段 影像资料 怎么过了个马路 打着个粉散 就再也找不着了呢 一下子就消失了呢 警方也不知道 这嫌疑人到底去哪了 警方就认为 他不可能人间消失啊 是吧 他也不会遇见飞行 那肯定是走进监控盲区了呀 警方就把附近监控都调出来 一一的进行查看 就在一段监控画面最边缘的地方 你要不仔细看 你都注意不着 侦察员呢 就发现有两点特别小的闪光 这是有一辆离着比较远的车 突然亮了一下双闪 紧接着这个车也就开出来了 当时警方就觉得 嫌疑人打着伞过了马路 人就不见了 随后一辆车就又出来了 那这中间肯定是有关联的 所以呢 这辆黑色的尼桑轿车 也就进入到了警方的侦察视野 接下来就要好好查查这车到底是谁的 根据车辆信息显示 车主姓王 本地居民六十岁了 哎呦 警方一看这资料 纳闷啊 六十的老爷子了 他还有那力气入室抢劫杀人吗 现在啊 你既不能因为人家是这辆车的车主 就判断人家是嫌疑人 你也不能因为人家已经六十了 就完全排除掉他的嫌疑 那还得进一步的查呀 案发的时候 究竟是什么人在开这辆车呢 根据监控显示 案发当天早上七点零七分左右 这辆车呢 就驶出了王某所在的这住宅小区 就在附近街道上啊 来回的在这溜 二十分钟以后 这车终于准备停下来了 停到哪了呢 停到了离案发现场不远的一个超市门口 把车停下 这人可就进了超市了 警方赶紧赶到那个超市 调超市内部的监控 发现这个嫌疑人进到最里边那货架 手里边呢 拿了一个小盒子一样的东西 长方形的那么一东西 但是因为监控角度和距离的问题 也看不清楚买的是什么 但是这个男人的体貌特征 还是被清晰的拍摄到了 这时候终于可以确定 这个人呢 就是车主本人 六十岁的老王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特征 什么特征啊 谢顶 头发不多了啊 这头发很困难 谢顶的非常明显 所以吧 你说这也为难他了 你说不打伞吧 这头上那一片闪光之处啊 太显眼了 你说打个伞吧 还打了一粉色的伞 那也太显眼了 既然超市监控拍不出来 他到底买了什么东西 那就问问服务员吧 看还记不记得 服务员就说呀 记得我对他印象挺深的 因为当时不到七点半呢 他是头一个顾客 进来之后啊 就直接问雨衣在哪 赶得巧的是什么呢 我们超市当时就剩下一件雨衣了 这老王呢 买了雨衣之后 直接就上车了 八分钟以后 这辆车就开到了 案发现场所在的那小区门口 停在马路对面的 一处隐蔽的地方了 车停好了 这老王可没下来 前前后后 差不多三四分钟 等几分钟之后 老王下车的时候 发现呢 他穿的就是刚买的那雨衣了 也就是说 他停车停好以后 是在车上把雨衣给换上的 根据这个行为 警方就推测 他这是在准备作案了 为什么呀 因为当天他不是大雨 那雨他挺小的 他还有自己的车 下车以后 你长把伞足够挡雨了 甚至那雨你就是不打伞 也不会怎么样 你没必要化蛇添足啊 你非去穿一身雨衣啊 他打伞呢 是为了怕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 穿雨衣呢 是为了防止体态暴露 因为雨衣他都厚啊 他不透光啊 穿着之后你再苗条的 那也想不出苗条来了 同时警方认为 他作案时间也是故意选的 专门选的雨天 为什么呢 雨天他就能打伞穿雨衣啊 他能双重伪装啊 你要大晴天 想清不是 打着一把大雨伞 那别人看见 你有兵吗你啊 警方啊 就在监控录像里 就看这老王 就发现老王呢 在这小区门口 左溜溜 右溜溜 溜了挺长时间 好像在等着什么呢 但是老王来回溜达的这个路段 就是江女士平时送孩子的必经之路 他呢 应该就是在等江女士回来 这老王发现江女士回来之后 过了差不多五分钟 紧跟着可就进了单元门了 江女士俩孩子都上学去了 就一个人在家 而老王选择这个时间过来 这就说明他对江女士的生活规律 非常的熟悉 这次作案是充分预谋的 那么还是为财杀人吗 这时候可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这俩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这老王为什么要残忍的把这江女士置于死地呢 至此警方啊把六十岁的老王就列为了这起抢劫杀人案的重点犯罪嫌疑人 并且果断的抓捕归案 面对大量证据 这老王很快坦白了 是 是我杀了他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竟然让老王这么痛恨江女士呢 老王就说呀 因为啊 我快退休了 我几个月之前 就很少上班了 闲着没事 就去棋牌室 打打麻将 结果呢 就认识了一起打牌的小江 我对他就有了好感 我呢 每回打牌 看他做哪桌 我就做哪桌 我这是刻意讨好他呀 后来我俩呢 就越来越熟 我这思想上啊 也有了变化 我就想 跟他再进一步 就经常利用各种机会啊 给他送钱 请他吃饭 当时呢 这江女士面对老王 这种慷慨的举动 也没多想 就认为这是朋友间的正常来往 就接受了 当然 这江女士当时心里到底怎么想的 咱也不知道 对吧 反正 从我们正常的角度来说 突然有一个异性 没事给我钱 没事给我买东西 我是万万不敢要 这江女士呢 一次次接受老王的好意 让老王越来越感觉到 这江某啊 他能接受我 后来又有一回 老王一次性拿出几千块钱 这江女士突然意识到对方的企图了 他呢 就很明确的跟老王说 我不能跟你发展进一步的关系 我们以后就不要来往了吧 你看 江女士确实是神经比较大条 之前呢 没有过多注意 这次发现苗头不对 人家就要及时的说清楚 说明白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啊 但是这老王呢 就赖上了他不死心 总找机会接近江女士 每天早上接送小孩 这老王就在路上拦江女士 拦了好多回 跟他说话 想搞好关系 但江女士后来烦的不行了 见老王一回 骂他一回 这样这老王就怀恨在心了 当时江女士第一次拒绝他的时候 其实老王啊 整个人都乱了 他呢就很愤怒 到后来一次又一次的 哎 就是不理他了 这老王就完全失去了理智 你不是不愿意当我的情人吗 那行 你就别活了 2017年10月17号 这老王决定最后一次 跟江女士摊牌 做好准备了 要么你同意当我情人 要么我就杀了你 这老王那真是有病 病得不轻啊 老王呢 一直敲门 江女士最终还是开了门了 可没想到这老王还是贼心不死 没几句话 老王又就是重提 当我情人吧 你你就得当我情人 江女士啊 也是好好劝他呀 老王啊 你就把我忘了吧 这老王没完没了 不行 我忘不了 你就得当我情人 我不愿意跟你来往 今天是最后一次 你以后再来 我就把这事 说给你女儿 说给你老婆听 我到你单位 把这事都说出来 老王一听 藏浪一下可就火了 本来呀 他这趟来就是打算 你同意 咱俩就情人 不同意 我就杀了你 这是极端的偏执型人格啊 这种人 真是我们在社会上见着了 得离他远点 江女士根本没想到老王动了杀心了 老王呢 残忍的把江女士杀害之后 就制造了入室抢劫的假象 为了干扰警方的侦查 他呢 在走之前 特地的取走了江女士的手机 还有一把粉红色的雨伞 当时抓获老王的时候 警方在对他的住宅和车辆进行搜查的时候 没有发现现场丢失的手机雨伞 还有作案时穿的雨衣 这都是关键的物证啊 这都是证据链的关键一环 你要没有这些重要物证 你最后这案子很难往下推进 据老王交代 他那是在开车回家路上 在陆安市区的屁河边上停下来 把手机跟伞就都扔进了河里 因为有了这码子事 专案组这才邀请著名的蓝天救援队协助办案 这才有了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一幕 民警和打捞队呐呢 也不敢懈怠 没白天没黑夜的搜索 接连四天的打捞啊 终于把这雨伞给捞上来了 至此证据链完整充分 老王到案之后也说 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案发仅仅四个小时 就把这粉色的雨伞 跟我打的那把蓝色雨伞 关联起来了 二十个小时之内 这就把我给抓住了 这案子呀破的是挺快 但是让我们很感慨 因为此类的事件不少啊 老王呢 这是看上人家 非让人家当情人 更多的可能是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看上哪个女孩子 你就非得当我女朋友 要不当我女朋友 要不我就杀死你 我得不到的谁也别得到 这都是极端型的人格啊 可怕的是 现在类似的事情还屡屡发生 当然严重的是这种 酿成惨案 酿成命案的 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就纠缠着 你不答应我 我跟你没完没了 我恨不得天天堵你家门口去啊 我天天跟你表白 你不同意 我就寻死觅活 您各位可以想想 您的身边有没有认识的 此类性格的 或者此类行为方式的人 一定有 其实按照正常的思维 我应该是在最后提醒很多的男同志 对吧 不要这样强扭的瓜不甜 但是我一想提醒有用吗 绝大部分的男同志 男同胞不会这样 对吧 不会去强求 但是遇到这种极少数的 又非常让人讨厌的情况 你劝他有用吗 要劝他管用 那社会上早没这样的了 所以啊 与其劝这些人 不如劝劝女孩子们 在交往之初 就擦亮眼睛 遇到这种动不动的 就以感情原因为借口吧 寻死觅活的啊 你这不理我 你这再不原谅我 我死去 遇到这种动不动 就自己自残的这种 哎 各位都得小心 今天是自残 明天可不一定是残谁呢 别看到这种情况 感动的一把鼻涕一把泪 他太爱我了 各位 爱的不是你 爱的 他是能够占有你的那种感觉 而至于占有的是不是你 没有关系 他要的是我想占有什么 我就能够占有的那种快感 这种是非常可怕的 行了 今天节目啊 多说了两句啊 更多内容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